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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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11年,为了开展相关的考古工作,马明志成为了这里的常客 从龙岗寺寺寺院到遗址保护区仅有一墙之隔,通向古人类遗址的小路两旁,如今长满了茂盛的农作物 1983年,考古工作者魏金武率领团队,对龙岗寺古文化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这次考古发掘的地点,位于龙岗寺遗址南部的尾端,发掘出土了一处保存比较完整的新石器时代墓地 墓地中,共出土423座排列有序的墓葬 墓葬里丰富的随葬物品呈现出了那一时期,汉中盆地与周边文化板块的频繁互动 这一次考古发现,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但就在这座墓葬之下的原生土里,却埋藏着更为惊人的文化遗存 后来把这匹墓地挖完了之后,下边就是原生土 然后后来发现原生土里边有石器,就沿着积蓄向下挖 就挖到了从五万年到一百二十万年 这样一个年度跨度非常大的九石器一村的 每个小棋代表的是有一个小石器,或者是一个小石片的碎渣 但是它的旧石器也有一个特点,就是兼顾了有北方的特点,也有南方的特点 就南方是以大型石器为主,北方是以小型石器为主 但是在汉中盆地,包括前两周边,发现的是既有大的又有小的 所以它是南北文化系统的一个交汇地带 这一次发现的旧石器器物共有一百零八件 根据科学鉴定,其中年代最早的器物,距今已有一百二十多万年